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 劳基法新制3月1日上路, 对于轮班间隔11小时, 七休一等采原则禁止, 监委调查发现, 依新制弹性例外的行业别需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, 劳动部和准指定及工会或劳资会议同意等三道把关机制, 但审查过程有诸多疏失, 纠正劳动部、经济部、卫福部、交通部等四部会监委网友邻、 杨芳玲调查、修法过程, 劳资双方已有其见, 但劳动部却要求各机关调查评估后, 6至9日急需含报劳动部, 是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竞相提报60个行业别可弹性例外, 劳动部在于预告时删件为38个, 公告时再缩减为12个, 此外,相关部会对于轮班换班兼具及期休仪立价调整的劳固双方正反意见, 尚未能具体掌握, 与会的劳工团体代表性也受到质疑。 例如, 交通部静静邀请汽车运输业驾驶员全国总工会一家为劳方代表, 不仅劳资人数明显失衡, 更无法以代表其他公路汽车客运业, 市区汽车客运业, 游览车客运业, 汽车货运业, 汽车路线货运业, 汽车货货运业, 旅行业等诸多产业劳方的意见。 而国贸局邀请的劳工代表仅为展览庄皇宫会的三名劳工, 劳动部的法案冲击影响评估, 内容简略, 并无过劳风险评估及严谨明确的必要性审查标准, 劳工团体对于挤蛋需求何以非有资方, 吸收调控人力成本缺准价劳工负担, 以及部分行业得否援引弹性工时调整, 因婴儿无需松绑纳入例外规定等诸多质疑声浪不断, 劳动部未善尽第二层把关职责, 难以消弩外界疑虑, 此外, 据调查报告, 新智虽有劳资协商的第三层把关机制, 国内只有7%的低工会组成率, 且劳资会议之劳工多为资方指定, 唯恐劳资会议沦为橡皮图章, 劳工根本没有与资方协商的能力,